我們是抱著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老闆本身有一個觀念 他就是說 你知道好的東西不一定要很貴 他是希望好的東西要大家吃得起 製造的時候我們幾乎很多都是自動化 一般的在炒花生都是用旋轉筒 我們是用熱風隧道的 除非是需求量很大的公司才會用這個方式來做 我們也是在大概十幾年前的時候 開始使用熱風隧道的 炒完以後後面有接色彩顯肥機 還有再加上人工的一個挑選 而且我們是現炒現用 電腦篩選的話是用色彩來篩選 所以我們只能夠設定說 他是兩端太白太黑的這兩端 那至於中間這一段的話 就是需要人工來做判別 希望是炒完以後趕快使用到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才用自己炒花生 然後炒完就馬上投入在現場 保證我們的品質 其實花生膜它有另外的名稱就是紅衣 它的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過去我們把它幫廢氣物處理 其實是蠻可惜的一件事情 而我們把花生膜收集之後 加上我們在製成裡面 有些餅乾的屑屑 就是下角混合 加上我們的液菌讓它發酵 發酵之後我們發生 我們拿這個粉狀去餵食 我們在蘭根裡面的蚯蚓 它會釋出它的蚯蚓粉 就是一個很好的養分跟液菌 相對的我們的蔬菜 它都不需要任何的化肥 我們希望把這個方法分享給我們的七桌的小農 讓它少去用化肥 少去用農藥 當然這個種出來的東西 我們人吃了會更健康 對環境的保護是更有利的 更友善 我們本身有做出冰空調 主要是利用晚上的時候去製冰 白天的時候再溶冰 然後拿來做空調使用 廢熱的回收 那主要是那個空壓機 利用一個熱交換 把冷水變成熱水 產生的熱水供全場的一些洗滴區再使用 至於那個雨水回收的是 我們有一些屋頂雨水 還有一些排放的污水 都把它收集起來 當作樹木的交換 以及生態池再使用 那我們公司是自己籌備資金 然後去設這個太陽能 產生的這個太陽能發電的話 就是供我們工廠使用 它可以節能 減少那個碳排放